服務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行單新語龍 我們今天來到了 是這個SUBURU XV的 新車的發表會ией的 一個試乘體驗活動 SUBURU覺得說 它要讓你幸福 它的科技真正的一些性能表現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南港的停车场 做了三个关卡 第一个关卡是属于一个人造的off-road 展现他们XMODE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功能的底盘的系统 来让你克服这些人造的off-road关卡 第二个关卡是这个泥泞的这个湿滑路段的一个绕锥 让你感受4WD给你的一个高安定感 第三个路段是这三个关卡比较高速的 他们很狠 他用了六块铁板 他还在上面撒沙拉油 让你体验一个车辆行军这么湿滑路面 再回到一个正常路面的一个瞬间的一个抓地力 走 我们去看看三个关卡实际的感受吧 走 好 让我们在第一关的这个人造off-road关卡 我们用这个XMODE的模式去开这台全新的XV 你发现在上坡的时候 当你的轮胎压到这个坡上有一个滚轮 就是低摩擦系数的时候 你会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点打滑的现象 你也会看到车内荧幕这个作动 警示你 其实它的XMODE已经开始在协助你 你可以慢慢缓缓的踩下油 你还是可以让车身缓缓前进 开到一个比较平面的一个路段 我们这边油门可以放一点 感觉就很轻松 它就可以通过那个滑轮的时候 它用电脑来控制你的车的出力 跟四轮传动 那到了平面你准备下坡的时候 它的下坡缓降功能就会开始作动 你不用踩刹车车 就会在一个很慢的速度让你下坡完成 如果没有XMODE它就会直接冲下来了 对 OK 就像一般自拍车就会往下车 那到了第二关它是故意让你有一个 单边两轮悬空的状态 那我们把车开上这个单边的翘板以后 你会发现轮胎在即使没有落地的情况下 那它这个四轮传动系统还是让你有接地的轮胎 把车辆带领到一个安稳的路面 第三关是一个这个颠簸的路面 那我们在用一定的速度行驶以后 你会发现SGP全新的底盘 它的确让车身刚性大幅的提升 原厂的宣称是提升了70%到100% 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的确车身的侧倾也抑制得非常不错 感觉就刚性很好 这样油车 那到了最后一个关卡 是要把车开上一个 大概坡度将近45度的一个铁坡上 单边的一个 有点可怕坐在车内有点是 往左侧这样斜的一个坡面上 再上一个 再上一个 好 停 像你的轮胎一样 在后轮有悬空的一个状态下 你依照车外教练的指示 走你的路 控制方向盘以及油门 你还是可以稳稳的把车慢慢的开下来 好那我们来到这个第二关的这个沙地的泥泥路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关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让你体验 XV它的还是一样 SUBARU它的四轮传动系统 比它全新的这个车身 钢型SGP的底台结构 的确你车辆在一些泥泥很低摩擦的这个弯道中 它的四轮系统一作动就会让你有一点类似甩尾 但是它又会作动让你倒回车身 该有的一个行车路线上 让你有一个安定感 如果你换到一台前驱车上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扭力输出的一个 四个轮子的一个电脑的运算的分配的话 你一旦到了这个弯道中 这个路面的摩擦系统很低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有点慌 因为你的车会一直ON的转向不足 往外侧滑过去 被迫你会想要踩刹车或是送油 到了第三关卡就是所谓的铁板关卡 它们就是在两块分别放了六块的钢板 做成了两大区域 上面再撒上沙拉油 当你开了XV开上去之后 你虽然会感觉到瞬间 还是抓地力变差 但是你还是可以很清楚感受到这个方向盘 还是有让你有点这个操控的感觉 让你能够在这个很湿滑的这个铁板上面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操控的能力 当你回复到正常的路面的时候 车辆又可以回复到很稳定的状态 那紧接着它们又安排了一个绕锥的一个复合的关卡 那在绕锥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 全新调校的这个HGP底盘 以及它们全新调校的阻尼悬吊 以及它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后面的这个 防轻杆的固定方式是全部固定在这个车架上 而不是以前是固定在这个车身的负梁上 所以整个的车身的侧倾抑制 从你绕锥的过程中就可以感受到 那另外最后它在S型的一个大的 比较大的一个S型的绕弯 你也可以感受到这样高刚性的底盘 让这台车其实不管是开的时候 或是我坐在旁边体验的时候 你这个车内的舒适性都改善很多 那在这个铁板关卡通 它一样也安排了一个竞品 一样是一个CUV定位的车 但是是前驱版 就是要让我们体验到 到底前驱版跟四驱版 在这么恶劣的一个撒了油的铁板上 到底它的操控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很明显的我们在绕锥 只要速度一块 以前驱版的车款 很容易就会让你因为转向不足 就会让你被迫让车速降下 你会有点慌乱 不知道这个车的方向 那反观有四轮传动 它会让你车身 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 过每一个弯 就会让我下引力 去到车的车身 感谢观看